近日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引起广泛关注 初开对哥哥们业务能力的夸赞 他们的搞笑日常也成为了大众讨论的话题 由陈小春、张志玲、谢天华、梁汉文、林小峰 组成的大湾区五人组 堪称节目的搞笑担当 据悉英才啊曾公开透露陈小春的语言水平 都以为他国语不好 其实他粤语也就那样 起初大家都互以为意 然而在最近一期的节目中 英才的吐槽得到了印证 在成员们讨论表演策略时 小春哥的依据一步一步来 瞬间让大家面面相觑 一步一步你塞巴塞 一步一步你塞巴塞 我妈妈已经听到她讲话了 贴心的张志玲当起了翻译 坦言慢慢已经听到董春小春讲话了 梁汉文委屈表示 每次社交软件的语音都要听很多次 林小峰更是忍无可忍 直言自己所信语音转文字 有时候在WeChat讲话我都听很多次 我都是啊我都听不到 我试过有一次我索性转的文字 我阿门纷纷调侃 这是只有老婆才听得懂的语言 打开了新大陆 才知道粤语也能转文字 大湾区五人组之间的语言障碍 当真是引人报效 对此大家有什么享受的吗 没听好 都是聚业的文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